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接着来讨论一下 就是在复习日之间的一个债券定价 那么复习日之间的债券定价呢 我们这里呢 我们的债券呢 我们说有零息债券还有复习债券 那么零息债券呢 虽然它就是在到期之前是没有利息支出的 但是呢 它也有一些就是在复习日 如果是在到期之前来进行结算的话 那么它的价格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这一块呢 它就是跟我们的复习债券呢 其实有点类似 所以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不做过多的展开了 我们下边呢 就直接来看一下复习债券 那么我们的复习债券呢 在这个复习日之间 怎么来进行债券定价呢 我们说当投资者呢 在两个复习日之间 然后呢 去购买债券的话 那么投资者呢 就必须呢 向债券的持有人呢 去补偿从上一次的利息的支付 到他交割日或者说债券交易日之间 那么这块应该获得的利息 那么这一块呢 应该是在它的这个 债券的价格当中来体现出来的 但是我们的债券的报价啊 要注意 债券的报价呢 我们通常不包含应激利息 我们通常呢 就是称为是净价 那么这个投资者呢 购买债券的实际的金额啊 应该是什么呢 应激利息的价格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应激利息 再加上净价 这个是就是债券的一个全价 或者是债券的购买者 应该支付的一个价格 好 那么我们下边呢 来看一下 我们说 这个如果说我们的复息债券 它在复息日之间呢 然后来进行交割的话 交割日又不是我们的这个复息日 那么我们的债券的出售者呢 就不会得到下一期利息的这个收入 那么它呢 就需要在它的价格当中 把它这部分的权益呢 给它体现出来 那么其中呢 我们看这个 因为这个交割的话 我们又涉及到具体的一个计算了 美国的中期在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呢 我们通常是按照实际除以实际 这个实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 这个具体的一个天数 按照这样的原则呢 来进行应计利息的计算 那么在非复息日的交割当中呢 在实际上我们会有 这个几种的几个计算方法 是按实际除以实际 还是实际除以360天 或者实际除以365等等 那么因为我们是在非复息日来进行交割 那么在我们计算这个债券价格的时候 就可以先计算到下一复息日的价格 然后再计算到交割日的这个价格 好 那么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复息日之间来进行交割的一个 债券定价的公式 那么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左边就是债券价格 右边呢 中科号里边是跟我们刚才的 固定利息债券的复息日交割的时候 定价的式子非常的像 然后左边这一块 1加上R的T1除以T2次方分子1 这一部分呢 考虑的是什么呢 T1就表示的是交割日到下一个利息支付日之间的 这个实际的天数 而T2呢 表示的是上一个利息支付日到下一个利息支付日之间的 这个实际的这个天数 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计算这块的剩余期限的时候 其实就考虑的是实际的天数和实际天数的一个比值 就是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美国的中长期的国债 对复息日之间交割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 那好 那我们这个呢 就是复息日之间的一个债券定价 除了考虑刚才的那个债券定价呢 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在债券的持有人呢 他在这个复息日之间来进行这个债券交易的时候 持有人他是已经持有了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T2减去T1对吧 那么这个时间呢 它应该有获得一定的利息的一个权益 也就是应激利息 我们需要从刚才的定价里边呢 把它减去 那么这个应激利息是什么呢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就是BT票面的价值 这个面值 然后呢再乘以我们的票面利率RC 再乘以T3除以T2 那这个呢我稍微给大家来画一下 好那比如说呢 我们这个复息日这边呢 我们是上一次复息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是2016年的1月1号 我们半年复息一次的话 那么下一次复息呢 应该是在2016年的 比如说6月1号来复息的 那假如说我们交割的时候 是在这个复息日之间来进行交割 比如说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2016年的3月15号 来进行交割的 那么对于我们的债券的持有人来说 我们这一块 有一个应激利息是需要来考虑的 那么我们在定价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计算的时候 是从这一次计息开始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我们的现金流呢 也是需要来进行折现的 就是我们的债券 或者说我们的债券的期限 这是交割日 我们的期限应该是从这一天开始 再往后算的 比如说我们的剩余的复息的次数是 大T次的话 那么这一块啊 那么也是我们的剩余期限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这里呢 是用T3来表示 这个呢是用T2来表示 然后这个整个呢 时间呢 我们是用T1来表示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应激利息就是债券的持有人 他应该有的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T3除以T2 他在这个时间段内会有利息 就是说我们如果持有整个的复息期的话 那么他应该的获得的应激利息是 BT乘以RC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呢 他实际上没有整个的复息期来 没有持有这么长时间 这持有了这么一部分 所以呢我们要乘以的是 再乘以T2分子T3 这是我们所讨论的应激利息 T2 对我刚才这块 这个是T2是吧 这个T1 对 然后那我们这里 一个T3除以T2 对这里是对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应激利息 就是这块呢 我们大家注意 计算应激利息的时候 把这个债券持有人持有的 这个从上一次复习日到交割日 之间的时间呢 给他计算上 然后呢 在我们计算进行定价的时候 我们要把债券的期限计算的时候 要把剩余的这段时间 从交割日到下一次复习日之间的 这个时间呢 给他考虑进来 然后我们来进行定价 好那我们下边呢 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一个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来理解一下 刚才的复习日之间的 债券定价的这个方法 这里呢 是一个美国的国债 然后面值呢 是1000美元 首先说美国国债 大部分啊 都是面值是1000美元的 然后呢 这个是08年6月1号发行的 然后呢 在2018年的6月1号到期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10年期的一个债券 然后呢 这个国债呢 是每6个月复习一次 所以它的复习的频率是多少啊 啊 每 这个每年是两次 或者是半年一次啊 啊 那么票面利率呢 4% 好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预计的贴线率啊 我再次给大家强调贴线率 市场利率啊 或者说我们后面要讲到的 到期收益率啊 可以说它 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同等的概念 那么这个有一个 这个债券的一个经理啊 啊 那么他呢 想在这个2016年的3月1号 啊 来进行交割 那么这样呢 他就需要计算一下 这个债券的理论价格啊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半年交割一次啊 那么我们在2016年的3月1号 来交割的话呢 他刚好是在复习日之间 两个复习日啊 那么首先我们看 他下一次的复习日 应该是2016年的6月1号 而他上一次的复习日呢 啊 是2015年的12月1号啊 那刚好在中间 所以呢 从他当前到下一个复习日的 实际的天数 也就是从2016年的3月1号 到2016年的6月1号 中间的天数是多少呢 92天 啊 这个呢 我们在Excel当中 可以直接利用 Data函数来计算求得 啊 那么两个复习日之间的 这个实际天数呢 就是2016年的6月1号 和2015年的12月1号之间的天数 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算出来 183天 然后呢 啊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 每 因为它是每六个月 来计一次利息啊 那么剩余的计息次数 我们可以算出来 总共呢 是五次 因为我们是从16年的6月1号开始 一直到2018年的这个6月1号啊 总共是有五次的这个计息 好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个复习日之间的 债券定价的公式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债券价格的计算呢 啊 分别代入相应的数值 计算出来呢 就是1016.28美元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定价当中 首先这个 等式右边的这个 分母上 它是1加上2分子0.03啊 对 这次呢 这里呢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的债券定价的时候 我们这个R呢 是要根据我们的复息次数 来进行调整的 年复息一次 那直接就是 它的这个复息 就是我们的这个市场利率 那么如果是半年复息一次 我们直接出二啊 然后每一季度复息一次 直接出一四啊 这样子来算的 那么由此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债券的一个全部的价格啊 它是包含了应激利息的 在实际交易的时候 或者说 我们看到债券的报价 通常是不包含应激利息的 所以我们刚才的价格里边 我们需要把应激利息给它剔除 那应激利息的计算呢 是要基于面值 再乘以我们的票面利率啊 然后因为是每年复息两次 所以票面利率除以二 然后再乘以呢 债券的持有人 他在上一次复息日和到交割日之间的这个时间的占到整个复息日的一个比重 然后我们来计算出它的这个应激利息 那么由此呢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债券的净价呢 就是刚才计算的全价 然后再减去我们的应激利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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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